据央视3月4日报道 在4日的两会首场 委员通道采访直播中 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卫民表示 经过一系列风险分析 天文一号将于5月到6月 择机着陆火星开展后续的巡视探测 2020年恰逢火星探测的窗口期 世界火星探测精彩分成 美国中国阿联酋火星探测大戏接连上演 中方真诚希望以开放共赢的姿态 与世界同行携手并进 共同探索宇宙奥秘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此外包卫民还透露 今年我们的宇航发射将有望突破40次 空间站将进入建造阶段 4日一早国家航天局发布三幅 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文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 包括两幅黑白图像和一幅彩色图像 黑白图像由高分辨率相机 在距离火星表面330千米至350千米高度拍摄 分辨率约0.7米 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 小星环形坑 山井 沙丘等地貌清晰可见 据测算图中最大撞击坑的直径约620米 彩测图像由中分辨率相机拍摄 画面为火星北极区域 2月26日起 天文一号在停泊轨道开展科学探测 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 中分辨率相机 矿物光谱仪等科学载荷陆续开机 获取科学数据 环绕器上的高分辨率相机 配置两种成像探测器 能够实现限制推扫和面阵成像 对重点区域地形地貌 开展惊喜观测 中分辨率相机具备自动曝光 和遥控调节曝光功能 能够绘制火星全球摇杆影像图 进行火星地形地貌 极其变化的探测 到处因为加签部就行 你才能够取消灭 通过 几乎 原点 中分辨率相机 逾高分辨率相机 逾高分辨率相机 不知道 相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